各位大家好 我是超越基金會的公關組的組長吳立淳 那很謝謝主持人忙幫你交給我 也很謝謝就是3跟365 今天能夠讓超越基金會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跟大家介紹我們自己 然後呢 我剛剛覺得 因為你們都有自我介紹嘛 我覺得你們都好優秀 因為我們的對象 服務的對象是國中跟高中的學生 那剛剛日光是國小嘛對不對 所以國中跟高中的學生 我們都要用什麼 贈品引誘他們 才會舉手 可是你們好主動哦 就是沒有Q到你們 你們還可以主動上台 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好 那我來介紹一下超越基金會在做些什麼呢 超越基金會呢 就是為青少年介紹各行各業 讓他們在就是對於未來的職場上 有更多元的想像 那最近如果大家有機會在看新聞的時候 除了四組以外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議題就是十二年國教 那很多的家長都有組什麼自救會啊 聯盟啊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擔心自己的孩子的未來的狀況嘛 對那既然是十二年國教 從從什麼時候開始 哎好厲害哦 隨便Q一下 對今年開始開始上路了 那十二年國教從小一到高三的這個十二年當中 那我先講一下 用我的故事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講我的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跟基金會有什麼關係 跟這整個十二年國教又有什麼連動的狀況 其實因為我相信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哦 有一些 事情會一直不斷地重複發生 快樂的也是不快樂的也是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故事 那為什麼需要這張照片呢 這個是我 這個旁邊是我哥哥 我哥哥不重要 然後講我的故事 這個 這一家電子琴 我要從電子琴的故事開始講起 就是呢 從我三歲的時候搬家 我們家裡來了一台電子琴 我們家是一個算小康的家庭 我爸爸是這個童子耶 聽懂台語嗎 聽懂 聽就好耶 我們是台灣人要多講台語 我同事說的 我同事有來 在後面 Q他一下 阿翔 等一下如果你們有問題 也可以問他 那我們 既然講到這邊 我們基金會的執行長也有來 等一下 因為會有一些討論的問題 等一下 有問題也可以問我們在旁邊的執行長 舒曉慧 舒小姐 然後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有個攝影帝哥 舉個手 他叫貝克漢 對 是我們超越基金會的同仁們 那因為搬家的關係就是 電子琴來到我的家裡 那小朋友嘛 你們應該會去摸一下台下吧 會嘛 但是因為這台電子琴呢 我的父母可能就覺得 他看到了我的人生的一片光明的路 於是呢 在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我的家裡就出現了一台鋼琴 好 從此開始了 踏上那個學習鋼琴的這個聲來 聽起來很幸福很快樂 但是呢 就是也是這樣子啦 一路很順遂的就從國小這樣一路上來 到了國一國二的時候 我的媽媽跟我說 我希望你去考音樂班的插班考 開心嗎 還不錯 如果是在溝通的情況下 也許是 這是一個好的狀況 但是因為這個決定不是我願意的 所以其實 一樣的狀況呢 在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的時候 我打開我的房間 哇 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的房間出現了一台就是 鋼琴箱箱的東西 是我的第二樣樂器 它叫做法國號 有人知道嗎 知道嗎 很貴重 很貴又很重 它15公斤 就樂器連著箱子15公斤 就是我這樣子 上下課就是要這樣子 提著去坐公車 其實對於學生來講 其實是一件我覺得 還蠻辛苦的事 那考插班考 我國一國二嘛 然後考插班考 但是其實我並不是 一直以來要準備 一定音樂班的學生 所以我的程度 對於他們的狀況 不是很跟得上 所以我在那個時候 國二的時候 我的國二已經念了對不對 來這邊又唸了一次國二 本來是學弟學妹 變成我的同學 誒信心心會不會 自信心會不會大姐 會啦 你也會 我當時是這樣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那個時候我連媽媽就是力行 她都會接我上下課 那到了校門口的時候 我竟然默默地經過校門口 然後就沒有去註冊 就跟校門口說拜拜 那當天晚上 你們一定知道 我一定是保餐一頓嘛 怎麼樣的保餐 你們一定知道嘛對不對 對 那 國二我也沒有 我沒有直升 我沒有順利的直升 所以又是一個打擊 我被留級了 所以呢 我在國三的時候 轉了第三天學校 然後呢 就上了高中 有沒有很悲慘耶 這都不是我決定的 那從高中 我於是有一天 不是有一天啦 我想了好幾個月 我在 希望有一天 我跟我的父母親可以講說 我不想要學音樂了 因為這不是我的興趣 於是呢 我等到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 我終於跟我媽媽開口說 媽 我真的不想學音樂 我可以不要再學了嗎 我有沒有很誠懇 結果我媽這樣大笑 她的 她的反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為 我原本想說 她應該會讀到我一頓 或者是好趕出去之類的 她就哈哈哈哈 沒有病啦 學音樂的人 總是會遇到瓶頸 度過這個瓶頸之後 就是 還破天空 繼續學 對 所以 我的溝通失敗 所以我的 當中生就是這樣子 很愛人的結束了 對 所以呢 我大學一定也沒有考好 因為 我不愛啊 上學 已經變成是一種 漂亮的狀況下 我就已經不習慣了 我就不會想要去把它做好 所以 大學沒有考上理想的學校之後呢 我決定了一件事情 我決定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自己決定的 你有沒有覺得 就送 好 我決定什麼 我決定我要去找工作 沒有考上嘛 而且 重要的是我沒有跟我的父母說 我要去找工作 我去找工作之後 我才跟我的爸媽說 我已經在上班了 對 那我要講的是 嗯 這個工作呢 我做了十年 我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快樂 這個是 在專櫃 百貨專櫃的一個銷售人員 那我也做了店長 就是很開心就對了 就是 我要不要賣你是我決定的喔 我要賣你幾則也是我決定的喔 對 很開心 對 那我要講的是 回想過去的十年 我覺得還好 我遇到了好朋友 他們介紹了我一個很 很幫的工作 那如果今天遇到壞朋友怎麼辦 介紹我一些阿薩布魯的 那年輕不懂事 以前我又沒打過工 因為我父母不讓我打工嘛 那萬一步入歧途 我是不是很慘 所以呢 超越基金會在做什麼事呢 在做的就是 當孩子的朋友 讓孩子有一個 正確的 往正確的道路的方向 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典範 所以基金會現在在做哪一些事呢 基金會現在在做的就是 這三個部分 職場體驗共同計畫跟前天校園 好 我介紹一下職場體驗 這張體驗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們以前呢 就是有育幼院的孩子 育幼院的老師們來跟我們說 欸欸欸 基金會 我知道你們志願很多 可是我們育幼院的小朋友 18歲之後 要離開院所了 他們就要自己去找工作了 可是呢 他們在育幼院子有看過誰 老師嗎 還有各位啊 就志工朋友們啊 所以他們對於他們職業的想像 其實跟我的狀況是有一點像的 我爸爸就投資於我媽媽做家管 沒有了 然後我家管就在家裡 職業婦女 對對對職業婦女 就是 我也沒有出去打過工啊 所以其實我對未來也沒有什麼任何的想法 所以這些育幼院的孩子們跟我的狀況就是會是一樣的 所以 基金會就說 好 沒問題 基金會的資源沒有多 那這樣好了 來來來來 我們一場 我們來辦找30個朋友 30個學生 30個育幼院的孩子 那 來 朋友這邊 到職場上 真正的去認識職場 好 真正去看職場在做哪些事情 那更特別的是我們的 職場體驗是有動手做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如果是去插畫家這邊 我們可能就是設計動手畫之類的 就讓他們動手做的這個部分 讓他們有一些印象 那 共同計畫呢 我要再講一下 對不起 前面延續下來 職場體驗因為他們做得非常的好 可是 一場30個人 一年多少人 好 不考大家 就是很少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 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孩子受惠 所以我們出了一本 一本書 叫做超越達人 超越達人 這是第一集 那 因為做得很好 所以會有第二集 在今年的8月 9月初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收錄答案的故事呢 我們把答案的故事分了17個不同的產業 寫進書裡面 讓孩子們都可以把達人帶回家 這樣你們覺得開心嗎 開心 對 就是你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答案的故事嘛 對不對 但是除了要給學生看 家長重不重要 我剛剛那個例子 家長很重要 家長幾乎可以決定學生的十幾年的這個學習歷程很重要吧 家長也應該要看一下 所以我們就出了這個書 那因為剛剛好就今年嘛 十二年國教開始 所以呢 我們這個計畫就變成是 國中生的老師非常喜歡 因為為什麼 老師忙得要死 國中有一個課綱 他就是私信輔導課 要求老師要介紹各行各業 給學生認識 然後哪個老師來說 老師要改作業要管學生 然後又要寫計畫 然後又不會不會很忙 所以呢 我們算是幫助老師一個大 那後來除了書之外 我們也出了DVD 為什麼要出DVD 同學們對於影像 會不會比較有刺激感 對 所以我們出了一個影片 它叫做超越達人DVD 那前面呢 我們用動畫的方式 然後介紹這個產業的過去現在未來 然後再把達人的故事引進來 這樣子 前面10分鐘引言 老師引言 然後10分鐘的影片 之後Q&A就結束了 曾老師開不開心 老師開不開心 同學也上的很快樂 對不對 對 這是共同計畫的部分 那前進校園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把達人 你們喜不喜歡看到偶像 喜歡 我們親自聽到你們面前 這樣子你們覺得 還不還 還 帶到學校去 我們要做一個 互動式的演講 分享 它跟一般演講分享不一樣 一般演講就是 像我現在男的麥克風 一路講到底 累不累 好累喔 你們做的也好累喔 可是如果是互動型的 你們可以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得證品 你們就會舉手 超熱烈的 然後每個人都嗨的要命 然後我們再把達人的故事 包扎在中間 後面再做一個職場上的知識 然後把整個串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很開心的 一個前進教人的部分 那誰會是達人呢 第一個 有故事的人 你們都要看連續劇吧 都有一些是高潮碟期啊 一定要有故事的人 同學才會喜歡 就是一般的人才會買單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呢 要具備專業的能力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是這個產業的 我對於這個產業的朋友 我都不認同的話 表示這個人可能有點問題 可是如果大家都說 哦 他很厲害 他很讚耶 那就表示他是一個 可以說肯定的人 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 他必須有高度的社會參與感 就是呢 跟現場的大家一樣 你們要把就是 自己的所學 投入這個社會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超越大人 要找的人 那我們下面很快的 看過這些照片 這些是秋顯智秋律師 他現在是我們的達人群 那秋顯智秋律師呢 他就是 紅重秋案 你的聽過嗎 紅重秋事件 他的姐姐來找他 他就說好 我不用錢幫你們辯護 這個麥克風的斷掉 變換音質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 所以呢 他是唯一在那個 中正紀念堂 十二萬個白山君裡面 第一個 唯一一個 站出來講話的人 對 那這位是 軟是方 大家可能還沒有聽過 但是他是一個 越南籍的新住民朋友 為什麼我們會介紹他呢 是因為 現在的孩子 在學校裡面 很多新住民的孩子 對不對 那未來我們的孩子 你們的孩子 是不是要跟這些 新住民的孩子 當同學 如果他們程度不好 或他們素質不好 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孩子 會嗎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孩子 當初是自己的一樣 把他們的程度都拉起來 唯一的方式就是 讓他們的父母親也能夠被看見 這就是我們收入他的一些原因 然後我們也有這個 甜點族廚 那他優點在哪 他是一個原住民朋友 但是他 他很年輕 他就是堅持把原住民的菜色 注入在他的甜點的點心裡面 還有這個 曾董 大學考三次 都沒有考上的 後來他家人跟他說 你沒變小課了 是要帶木 結果你知道他決定什麼 炒布 炒布 對 後來他去炒布 結果人家一直做到 全世界屬一屬二的 遊艇五金的 這個董事長 很厲害 然後這個是由 油畫宣布師 蔡順任先生 這是我們這張體驗的照片 我們就很快的帶過 是在劉軒的場次 所以我們為什麼有東手座 東手座才會讓孩子們的 印象豐富 印象深刻 這位是李勇 他是配音員 他有配過獅子王 然後小飛俠 這按了很久了 玩具騰動員 聽過吧 都是他配的 所以讓孩子們 就是親身體驗之後 讓他們對於這個職業 有更深刻的印象 然後接下來呢是 就是這個動畫達人 謝春瑋謝姐 然後 共讀計畫 這是我們孩子們的 實際上 在課場上使用的照片 的狀況 很開始大家都很漂亮 然後這是 那個三支國中 然後這是前進校園的狀況 給大家很快的看過 那簡單講一下 這個是台南的嘎吏 嘎吏國中 家裡國中 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跟老師說 我們要做互動式的大型 大型的分享 老師都出來要被洗 為什麼 他說 我們從來沒有 互動式的這個情形 我不知道我們學生 會不會都不舉手 結果啊 他們寫出來的心得 都超棒的 而且心得的篇數 超級多 他們雖然是一個 阿公阿嬤很多都是重點的 但是呢 他們的眼裡都看不到 阿公阿嬤的專業 就是說 他們也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可是他們也不打算承接 他們家裡面的工作 可是聽完這個 嗯 股東娛樂部的創辦人 蘭仙松先生分享之後 的確很多的心得寫回來 是跟他們原本想像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這是我們做的一些成果 那就是創辦那個 有一個尖牙兔夫婦 有個牌子叫做 瘋狂的兔子邦尼兔 瘋狂的邦尼兔 是兩對姐妹花 創造的設計的品牌 這也是我們去 帶他們去前進效能的狀況 那以上 結束 對 那希望我們未來呢 有機會可以跟各位朋友一樣 就是 可以有機會邀請各位朋友 跟這超越基金會的公益計畫呢 一起超越 那我們現在有一段影片 想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我們現在有一段影片 想要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來 那 那 那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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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扳 過 過 人 過 過 過 射...射擊喔 哈哈哈哈 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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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持續我們能夠強 所以要具備什麼要製造一個能力 這次都可以放棄的東西 完全沒有放棄 每一種天分 都可能 讓你的未來 再找到目的企業發展 未來的時間進步 不應該 各式各樣的行業 都可以成為最棒的衝突 為此達人 在內人 簡直從外人 萬一萬一千萬 成功 成功 所以我活動的時候 都知道自己的興趣 但他們 我不知道 如果發生一段有興趣的 然後才會連絕到這個 成功還可以 可以 可以說實話 有點特別 讓我們 就開始聽得到 先見證 我們這個行業 它很有趣 是 你 你一隻都可以去 發現 不一樣 重點 請問得了 然後 可以 就是未來 來 南北台灣的 原生心態 好 聽筆測驗 測驗 是不是還有熱情 定定 你是一名非常知名的訓導師 我 好 愛你 這個時候他想說 你給自己的一筆請問 誰想要選 自己的一筆呢 要選 新次生的平均手 好 好 鼓勵練 是我們的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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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先幫助 大家 把事情 帶到你的眼睛 讓你有機會 請去拍照 但 選 成功 成功 看 現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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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 你 你的 有人問說 他是 甚麼 有 但是 你 有 哈哈哈哈 我演不出的時候 我絕對都是殺名 我叫殺名 她馬上說造型 再次要負面 再次要超級巴拉松 我就是這麼簡單一個畫面喔 我想了八年 走得起死線上 今天從地基金分開來這個小學堂 就是要激烈你們 你們現在對於職場 到底你們多少了解 要成為一個達人 需要分手哪一種 可以問兩句呢 一 莫非 第一 二 一萬小時 而這些達人呢 不但因為他們都是有故事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們有超越的機會 就是這一些人 其實都是有高度受惠才運行 就是這渾身分手 conect 其實這渾身分手 조峰lerease 在七月七號 在FLYM V 有一個募資計畫 希望你們的母校也都有在這個募資的報名的學校當中 所以大家可以有機會就是上WineB去看看你們的母校有沒有缺品重選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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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